波波池 碰碰車 轉轉杯 轉出來的並不是一個夢 而是一個富有挑戰的冒險旅程 當年在美國帶著兩個小朋友 到處去不同的遊樂場玩 看見當時在美國很流行的discovery zone 我當時在想 香港也應該有 就是憑著冒險這兩個字 和哥哥一起創立美國冒險樂園 這二十多年來 見過不少的風浪 最慘是2003年的SARS 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都沒有人出來玩 難關難捱 最終都捱過 千萬不要說贏人 更重要是要明白 每一個品牌的核心價值 客人來玩 最吸引他們 就是我們的禮品 要搜羅最新的遊戲機 要好玩 互聯網的發展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令全球遊戲開發商 在硬件的開發減少了很多 我們面臨新的挑戰 我們必須要積極參與 甚至乎要超越它 下一個冒險之旅 將會在澳門開一間規模相當大的 角色扮演主題樂園 當然有好的銀行夥伴 跟我們一起闖天下 就更加時半功倍了 人生最大的遺憾 不是在於你所做過的事 而是在於你不敢去做的事